房子的面积我们算过结构家有多大 流星家有多大 海边宝宝波罗屋面积 章鱼沟房子面积等等 算了这么多房子啊 那我自己的房子有多大呢 啊我还没有房子啊 呵呵呵 虽然现实中没有房子啊 但游戏中有啊 我直接打开了以伞向之明这款游戏 里面的房子我真是太喜欢了 我最近天天都在里面 一开始我以为以伞只是一款 就没伞向的幻装游戏 没想到里面房子也这么多呀 游戏进去后直接点家园 来到终于海岛 这边社区是两个海滨小岛 有12座房子和一个沙滩广场 有精致简约的游泳小屋 有摩登封上的海岛小院 还有结构复杂的海滨庄园 小区道路宽度实测2.32米 把海水的部分扣掉 小区总占地面积到了9072.16平方米 由于地图是斜四角画法 实际的面积还较大于这个数字 小区将近1万平是什么概念 等于阳村面积的一半 黑暗扎出的坑道三十二分之一 海滨庄园就是游戏中面积最大的房子了 三层别墅配到两个游泳池 四个露天休息区 还有一个停机品 绝了 整个庄园的战地面积高达2918.41平方米 战地将近3000平的庄园啊 围墙将里面的别墅和外面的道路隔开 里面通铺草坪 一进门就看到了造型独特的喷泉景观 左边是游泳池 右边是露天休息区 直走进门来到别墅的第一层 通过玄关直打楼梯间 好家伙 这楼梯间也太大了吧 我用主角的步长来测量每条边的长度 游戏中午的身高是1.66米 步长是16.38厘米 让楼梯间走一圈 发现楼梯间都有55个平方 好家伙 一楼右边的客厅是46.18平米 就连进门的玄关都有15个平米 楼梯间直通二楼 左边是厨房和餐厅 92.12平米 卫生间14.23平米 再往下还有个会客厅 加上小玄关一共52.13平米 整个一楼的建筑面积 直接干到了334.10平米 从旁边的楼梯上去到二楼的阳台 阳台面积61.19平米 这个庄园可不休息的地方太多了 二楼有阳台 游泳池旁边可以休息 草坪上的沙发可以休息 不过这阳台也太空了吧 这应该就是游戏故意留一块空地给我们建造了 摆上桌椅 钢琴和哑铃 再用贴纸点缀 即休闲 娱乐 和断令的阳台就建好了 阳台往里一走通过玄关到达卧室 卧室带着储物间和卫生间 右边是大楼梯间 楼梯间的两侧通销三楼 整个二楼建筑面积248.53平米 比一楼略小一点 三楼分为左右两个区域 左边是卧室和卫生间 右边是个大的活动室 两边加一起建筑面积158.06平米 整套别墅加上单独的玄关 一共有17间房 每个卧室都在堵位和储藏室 坐北朝南 上风下水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海滨碎碧地 人生后花雨 总体建筑面积740.69平米 这还不算任何公区 单看建筑面积 就是流星加3.5倍大 是莫里卡加的20号房5倍大 也是乔一加的19号房7.6倍大 不仅是面积大 房间内的家具还可以互动 在床上睡觉可以不同体秘 化妆台可以重新练练 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当然也可以从冰箱里拿食材 做饭给自己吃 怎么不能没有上厕所的功能呢 啊对了 玩事后记得洗手 好家伙 这又就是梦想豪宅吗 没想到有一天能在游戏中遇到 然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房子 海岛上一共有12座房子可可挑选 对房子不满意就重新装修 甚至是菜调重建 这样面积大 可玩性强的家园你心动了吗 下载以闪亮致命 来一场温馨舒适的家具体验吧 我是专业团下3 我们下期再见